審部長 好,請審部長 委員好 從進立法院的第一會期 我就在質詢有關於合費處理的事情 我也呼籲政府 這件事情必須要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下 勇敢的面對 只是很遺憾的 言者尊尊聽者喵喵 我呼籲了這麼多次 到目前為止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大家最近才開始關注 整個在處理的程序上面 還是在黑箱當中進行 我進一步來說 我之前速度質詢 我就已經質疑過了 我們目前核能發電 給核後端基金每度0.17元 根本嚴重不足 我問了好幾次 我上一次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我也說 現在核後端基金剩下3353億 這樣子的金額夠嗎 結果回答我的人說 這個金額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來看一下 這個是你們到2018年8月的時候 突然才告訴大家 說其實3000多億不夠 4700億才夠 我那個時候質詢的時候 在這邊跟大家保證說夠 今年夏天又突然說不夠 變成要4700億 那實際上面呢 來看一下 核後端 他們在2016年3月的時候 就必須要重新承報 重估分擔率 我現在單刀直入的 問部長兩個事情 第一個 到底夠不夠 需要多少錢才夠 第二個 重新的分擔率 什麼時候會有新的出來 還是會繼續維持每度0.17元 到時候錢不夠 這筆錢誰要負責 給我們後代子孫負責嗎 這部分剛剛我們副總共有提到說 現在已經改為年金的部分 就是從提拨部分已經改按年提拨 年金的部分 這樣 錢從哪裡來啊 第一個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不要迴避 從台電這邊來編預算 3000多億夠不夠 現在是4700多億嘛 對嘛 現在裡面有4700多億嗎 現在有嗎 3174 那我們現在就要逐年編預算 所以逐年編預算 這要4700億等於差了1600億嘛 是嗎 那大概呢 我們投稿說 逐年來提 我現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問嘛 第一個 差了1600億 4700億真的夠嗎 第二個 那你們現在說不夠 那不就反映了過去 所做的估算全部都不準嗎 那有增加啊 那速度的質詢都跟大家講 說夠 那現在突然不夠 然後要分10年編1700億來補 那核後端基金應該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嗎 因為 那過去 在整個估算的時候 沒有確實 沒有確實 明明不夠 欺騙台灣社會說夠 這個責任要不要追究 還是反正過去撒謊 也沒有關係 很傲慢 反正我現在就跟你講 不夠就不夠 差1700億 我們就是每年編預算來做 台電可以這樣喔 可以這樣嗎 過去呢 我們從 這一個所謂的 乾素儲存場這個部分 還有集中式的儲存場這些呢 造成新的需求 所以呢 監位上有增加 真的是造成新的需求嗎 來 把當初怎麼計算 實際的內容表給我 把你們現在怎麼計算 實際的內容表給我 如果啦齁 對 到今天 到今天 整個公務部門的心態 還是不願意誠實面對過去的錯誤 還是繼續再聞過是非 民眾怎麼會對政府有信心 大家對於你們這樣一而再再而三撒謊 快要受不了了 今天部長敢這樣講 你要幫台電背書我尊重 過去怎麼算的 現在怎麼算的 差這1700億從哪裡蹦出來的 詳細跟大家做報告 好 下一個問題 目前